众所周知,喝酒伤身 然而,近年来,网络上却有一种声音 每天喝一杯红酒,对身体好 这到底是谣传的谬论,还是真的有科学依据 今天,让我来带大家来了解红酒的方方面面 也来了解人是否可以真的每天喝红酒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下 红酒为什么叫做红酒 红酒之所以叫做红酒 是因为它的颜色是红色 这种颜色主要是由葡萄皮和葡萄籽中含有的一种化合物 叫做吃霉素决定的 在酿造过程中,葡萄酒酿造师会将葡萄皮和葡萄籽一起与酒意接触 这样可以使酒意中含有吃霉素 并导致酒意呈现出红色 因此,红酒就被命名为红酒 我们来了解下红酒的起源 红酒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 当时古埃及人就已经开始酿造葡萄酒了 红酒的名称源自于其颜色 主要是由葡萄皮和葡萄籽种含有的一种叫做赤霉素的化合物决定的 最早的红酒产于法国普罗旺斯地区 后来逐渐传到欧洲其他地区和世界各地 红酒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 红酒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 但是红酒真正流行起来是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 在这个时期,红酒逐渐成为上层社会的饮品 并在文化、艺术、科学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葡萄种植和酿酒技术的不断提高 红酒也逐渐成为世界各地的主要饮料之一 特别是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红酒 其品质和生育也在世界各地享有盛育 为什么红酒会被上层社会所接纳? 红酒被上层社会所接纳的原因有多种?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红酒的酿造过程复杂 需要精湛的技艺和工艺 这使得红酒成为了一种高档的饮品 二、红酒具有独特的风味和香气 能够增强食欲、提升食物的味道 因此在高级餐饮中被广泛使用 三、红酒对人体有许多益处 如增加心血管健康、预防癌症等 这也是红酒被上层社会所接受的原因之一 四、在文艺复兴时期 红酒也成为了艺术家和文学家的灵感来源 也成为了高级社交场合的必备饮品 五、红酒的产地 如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酒庄 也成为了上层社会游览和投资的目的地 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红酒 在上层社会中被接受和推崇 以知识上最贵的红酒多少钱 截至2021年 世界上最贵的红酒 是法国的埃菲尔铁塔 Stolified Roofskraft 其中一瓶1787年的陈酿红酒 在2010年1月162万美元的价格被排卖出 这瓶酒曾经被美国第三任总统所有 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贵的酒 红酒需要怎么保存 红酒需要在适当的条件下进行保存 以确保其质量和风味 下面是一些红酒保存的基本原则 高温会导致红酒变酸和失去香气 低温则会使红酒变淡 2. 湿度 红酒需要保持适当的湿度 最佳湿度在60%到70之间 过高的湿度会使红酒瓶上涨霉 过低的湿度会导致红酒瓶干裂 3. 光线 红酒需要保持在阴暗的环境中 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 因为阳光会使红酒变直 4. 摆放方向 红酒需要横着放置 这样可以使红酒与酒塞接触 防止酒塞干裂 5. 不要频繁移动 红酒不应该频繁移动 因为运动会使红酒发生一体的流动 影响红酒的味道和香气 总之 红酒保存需要一定的条件与意试项 适当的保存方式 可以确保红酒的质量和延长其保存期限 红酒可以放在冰箱里保存吗? 红酒可以放在冰箱里保存 但是需要依一些事项 冰箱温度通常在3-5摄氏度左右 这比红酒的适宜温度要低得多 将红酒放入冰箱后 其口感会变得过冷 并且会使红酒的香气和风味受到影响 如果你想在冰箱里保存红酒 建议把红酒放在冰箱的最上面或最下面 这样可以减少温度的变化 并且建议在饮用前把红酒拿出来 放置一段时间让其回温 总之 红酒最好还是在常温下保存 在冰箱里保存需要额外的意义 饮用前需要回温调节温度 需要买什么装置保存红酒吗? 红酒的保存需要适当的环境 如果希望红酒保存在长时间 可以考虑购买一些特殊的保存装置 1.酒柜 酒柜是一种专门用来存放红酒的保鲜装置 它可以控制温度和湿度 保证红酒在最佳条件下保存 2.酒瓶倒置器 这是一种小型装置 可以让红酒瓶保持倒置状态 使红酒与酒塞保持接触 防止酒塞干裂 3.酒瓶塞 酒瓶塞是一种用来密封红酒瓶口的装置 可以防止红酒氧化 延长饮用期 4.酒氧吸附剂 酒氧吸附剂是一种小型装置 可以吸收红酒瓶中的氧气 防止红酒氧化 需要义的是 这些装置对红酒的保存起着辅助作用 最重要的还是红酒的保存环境 如果您只是偶尔饮用红酒 可以不需要购买这些装置 应该怎样喝红酒 喝红酒是一种艺术 需要义一些细节 1.酒温 红酒应该在适当的温度下喝 根据不同品种的红酒 最佳饮用温度 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 青纸红酒 适宜在8到10摄氏度左右饮用 深色红酒 适宜在18到20摄氏度左右饮用 2.酒具 红酒应该用正确的酒具饮用 一般来说 红酒杯应该是宽口 圆形的 这样能够让红酒散发出香气 3.品尝 品尝红酒时 应该依观察颜色 香气和味道 先看颜色 再闻香气 最后肠味道 4.和食物搭配 红酒和食物搭配是一门学问 不同的红酒和不同的食物搭配会有不同的味道 什么是青纸红酒 青纸红酒是指酒体较轻 酒精度较低 酸度较高 口感清爽的红酒 这类红酒 通常是由青形葡萄品种酿制而成 青纸红酒 适合在温度较低 8-10摄氏度的环境下饮用 适合搭配轻盈的菜肴 或单独饮用 是夏天的首选 下面是一些推荐的青纸红酒 1.霞多利Shordane 霞多利是由葡萄品种Shordane酿制而成 通常具有高酸度和清新的口感 非常适合搭配海鲜和沙拉 霞多利红酒的价格 因地区和品牌而异 一般在20-50美元之间 2.雷斯令Riesling 雷斯令是由葡萄品种Riesling酿制而成 雷斯令红酒 通常具有高酸度和清新的口感 有着明显的柑橘和花香味 它们也可以带着微甜或干爽的味道 非常适合搭配海鲜和蔬菜 价格因地区和品牌而异 一般在20-50美元之间 3.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 赤霞珠红酒是一种著名的红酒品种 它是由葡萄品种Cabernet Sauvignon酿制而成 赤霞珠红酒通常具有浓郁的果味和辛辣的咖啡味 有着很好的酸度和高质量的喉韵 非常适合搭配海鲜和炸菜 是霞珠红酒的价格因地区和品牌而异 可能在20-100美元左右 也可能会达到数百美元甚至数千美元 4.法国甘梅 是一种由甘梅品种酿制而成的红酒 主要产于法国那些红酒产区 如波尔多 起源于14世纪 通常具有果香 酸度高 口感清新和干爽 非常适合搭配海鲜和炸菜 价格一般在10-20美元左右 但也有更贵的 法国甘梅红酒推荐品牌有 波尔多雷10-20美元 福尔里15-25美元 波兰 阿 Gant 20-30 15-25美元 Cheribus 10-20美元 这几个品牌都是来自法国柏根地 巴尔根地 5.意大利 Centiovis 它是一种由Centiovis品种酿制而成的红酒 主要产于意大利某些红酒产区 如托斯卡纳 具有酸度和果味丰富 酒体酸度高 非常适合搭配海鲜和炸菜 价格一般在15-40美元左右 但也有更贵的 推荐品牌有 Bornello di Montalcino 50-100美元 Gianti Classico Risorgat 20-40美元 Rosso di Monti Portion Ocho Lino di Monti Portion Ocho Lino di Monti Portion Ocho 30-50美元 Morri Lino di Scansano 20-30美元 这几个品牌都是来自意大利托斯卡纳 Postcana 氢质红酒搭配什么食物比较好 氢质红酒搭配食物时 应该选择轻盈的食物 这样才能保证红酒的风味和口感 1.海鲜 海鲜如虾 鱼 贝类等是氢质红酒的理想搭配食物 因为它们的轻盈和清爽口感能够很好地衬托出 红酒的酸度和清新口感 2.蔬菜 蔬菜如西兰花、茄子、黄瓜等 是氢质红酒的优秀搭配食物 它们的新鲜和清爽口感能够与红酒的酸度相互辅助 3.炸菜和肉类 清脂红酒也可以搭配一些炸菜和肉类 如炸鸡、炸鱼薯条、火腿薄片等 4.芝士 一些清脂红酒也可以和芝士搭配 比如和清脂甘酪 比如Gold Cheese、Bree、Veta等 什么是深色红酒? 深色红酒是指颜色深深的红葡萄酒 它们通常是由红葡萄酒葡萄品种制成的 例如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Cyra、Murlott、Melbic、Pateek Cyra、Nabillo Granach、Morvegra、Santiovis、Tempernillo、Barbera、Tenet、Turiga Naceno、Alicanti Bouchette、Monestro、Hattie Verdot、Carmenier等 这些葡萄酒具有深深的紫红色 通常带有浓郁的黑色水果 如黑莓、黑加仑、黑樱桃、黑草莓、黑葡萄 以及辛辣的香料 如胡椒、肉桂、辣椒、茴香、丁香、肉豆蔻、甘草等 这些葡萄酒的口感也比较深深 有着浓郁的酒体、柔顺的酸度、较长的鱼味 以及柔和的丹宁 深色红酒适宜在18-20摄氏度左右饮用 深色红酒与食物的配搭 深色红酒搭配的食物可以考虑搭配烤肉 特别是烤羊肉、烤牛肉、烤猪肉、烤鸡肉等 这些肉类搭配深色红酒可以补充肉类的油腻 同时也可以把深色红酒的酸度和酒体更好的表现出来 此外,深色红酒也可以搭配烤蔬菜 例如烤茄子、烤西红柿、烤洋葱、烤蘑菇、烤胡萝卜等 这些蔬菜搭配深色红酒可以补充蔬菜的清新 同时也可以把深色红酒的酸度和酒体更好的表现出来 此外,深色红酒也可以搭配烤鱼、烤海鲜、烤鸡蛋、烤鸭蛋、烤芝士等 这些食物搭配深色红酒可以补充食物的清新 同时也可以把深色红酒的酸度和酒体更好的表现出来 喝红酒的好处 红酒中含有多分类物质 可以有效预防心血管疾病 降低胆固醇、降低血糖、降低血压 预防动脉硬化、预防冠心病、预防脑粗重等 红酒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可以提高免疫力、增强肌肉力量 促进新陈代谢、预防肌肉疲劳、促进血液循环 预防贫血等 红酒中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 可以抗衰老、延缓衰老、促进皮肤细胞再生 预防皮肤老化、保持皮肤弹性 改善皮肤状态等喝红酒的坏处 红酒中含有酒精 如果饮酒过量 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伤害 如肝脏损伤、心脏病、肾脏病、 糖尿病、高血压等 红酒中含有酒精 如果饮酒过量 会对大脑造成伤害 如记忆力减退、思维能力减退、脑细胞受损等 红酒中含有酒精 如果饮酒过量 会对精神健康造成伤害 如抑郁症、焦虑症、睡眠障碍等 这些人不适合喝红酒 如果患有酒精过敏症 或者有酒精中毒的症状 那么不适合喝红酒 如果患有慢性疾病 如肝病、心脏病、肾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 那么不适合喝红酒 如果患有抑郁症、焦虑症、睡眠障碍等精神疾病 那么不适合喝红酒 如果患有肝脏疾病 那么不适合喝红酒 因为肝脏是解毒和排毒的重要器官 而酒精会对肝脏造成伤害 如果患有肝硬化 那么也不适合喝红酒 因为酒精会加重肝硬化的症状 对肝脏造成更大的伤害 如果患有慢性病 如肝炎、肝硬化、肾病、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 那么也不适合喝红酒 因为酒精会加重病情 对身体健康造成更大的伤害 我们回到标题 人是否可以每天喝红酒 如果每天喝红酒会怎么样 如果每天喝红酒 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伤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 建议每天饮酒量不超过两单位 每单位约为25毫升的红酒 也就是说每天最多厚50毫升的红酒 50毫升 相当于红酒杯成红酒 刚好满过杯底 此外还建议每周不要超过14单位 也就是说每周最多喝350毫升的红酒 如果您每天喝红酒 那么每天最多喝50毫升 每周最多喝350毫升 并且要以不要饮酒过量 长期饮酒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伤害 如肝脏损伤 心脏病 肾脏病 糖尿病 高血压等 此外 长期饮酒也会对大脑造成伤害 如记忆力减退 思维能力减退 脑细胞受损等 此外 长期饮酒也会对精神健康造成伤害 如抑郁症 焦虑症 睡眠障碍等 最后 经常会有一些大人给小孩子红酒 那么小孩子到底可以喝红酒吗? 答案是不可以 因为红酒含有酒精 酒精会对小孩子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 酒精会影响小孩子的神经系统发育 影响小孩子的智力发育 还会影响小孩子的肝脏发育 导致肝脏病变 还会影响小孩子的心脏发育 导致心脏病变 还会影响小孩子的血管发育 导致血管病变等 此外 酒精还会影响小孩子的消化系统发育 导致消化不良 还会影响小孩子的免疫系统发育 导致免疫力下降等 因此小孩子不建议喝红酒